請問台灣媽媽 妳回來的台灣最主要考量是 因為食物嗎還是有其他什麼的原因 因為我本身有申請那個打工旅遊 所以我聽了主要還是不要去好了 可是想說不知道有沒有 因為自己也有朋友在那裡 想說不知道有沒有其他的 其他旅遊不擔心 或是到妳想要回來這樣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跟 就是妳自己是不是真的清楚說 就是該怎麼講呢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我們今天喔 因為輻射這個合場 不可能直接擺在妳的家裡面 然後當我們是 雖然說災區是福島 可是影響是全日本 就像我剛剛說的飲食的問題 然後人口移動遷移的問題 然後還有那種災後的那種心理喔 那災後心理 絕對是災區最要福島的一件事情 而且日本在災後的一些 比如說心理建設方面 其實也是做得相當詐實 那我們剛剛沒有補充到的是說 在大阪的生活 我們孩子的那個雪區 還有包括我們周邊生活環境 是一個星期就檢測一次 那個輻射量有沒有感染 然後水源有沒有感染 那幼稚園什麼 可能是幾天 每天每天都檢查一次 那我們那時候喔 就是包括幼稚園的 整個那個變動狀態是說 我們開始要教孩子說 他們除了一個月一次的防災 演練知道災害來的時候 要逃去哪邊 而且非常切實的從幼稚園 從半冬開始這樣一直蹲 蹲到那個小學校 就是避難所 這樣子實際演練之外 然後另外我們媽媽要教孩子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說當地震或者是海嘯來的時候 如果你獨自在外面 或者是你是在學校裡面 爸爸媽媽不在你身邊 你千萬不要等待 不要等爸爸媽媽 不要找爸爸媽媽 然後你要自己趕快跑去再去 那今天我如果是跟同樣 比如說十幾歲的孩子說 我可能會放心知道說 他會懂那個時間的重要 爭取生命存活的那個重要性 那他也會知道說要跑去哪裡 可是這麼小的孩子 你要他懂其實他就會 因為孩子在碰到危險 他第一個就是哭 就要找媽媽了 對 那當我們開始要跟他上這個課程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很心痛的 對 然後包括說孩子聽到 直接就掉眼淚了 就是一般在上課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就慌了 然後就這樣也不行 我一定要找到媽媽 這樣子 對 然後這種畫 就是在這種畫面 在我們每個父母心裡 其實是很揪心的啦 對 因為這麼小孩子 你就不能保護他了 然後必須要訓練他獨立 我相信台灣很多父母 是孩子到二十幾歲 都捨不得他出去的 就是掌握得很緊的 對啊 要連外面租房子都不太可能 對啊 可是這麼小孩子 你要這樣碰到問題的時候 你要自己趕快跑 不要等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一定會在避難所跟你見面 這個是我們跟他的約定 要打勾勾的喔 對 所以要讓他知道說 絕對是跑得掉的 而且我們絕對有辦法活下來 那這種約定 其實讓我們震撼也是相當大 對 然後還有我們 我雖然說是最愛 但是我還是一個外國人 那我們接收到的訊息 本身就必須要透過一次轉譯 那我們還算是稍微懂日文的人喔 那時候我就說 當成一個資訊站 原因是很多是第一次到日本來 或者是雖然他有日文一級的檢定 可是其實他對日文還沒有辦法收到那樣的程度 而且每個地方都有方言 如果你在災區碰到事情的時候 你不見得聽得懂你要做什麼喔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是開始又是 我就是翻譯成中文嘛 然後朋友翻譯成英文 這樣子在網路上這樣傳遞給我們所有身邊的人 那那個時候狀態有碰到新聞權的問題 我那時候有碰到新聞權 所以我們在使用臉書 然後MSN什麼 那個到一段時間的時候 我們直接就是有收到訊息說 你不可以就是未經授權去傳播這些消息 那那時候我們碰到那個訊息框的時候 就是代表說 我們接下來就沒有辦法傳遞圖片跟訊息上去了 就有被停止下來 那一個階段的時候 以後我們其實就覺得說很惋惜 可能我們就只能幫到這個階段了 那之後我們是主動去聯絡當地的國際交友中心 看有沒有辦法去幫助那些沒有辦法懂日文 然後不是那麼日文不是那麼流暢的那些朋友 然後所以他們之後也有成立一些國際志工小組啦 然後後來是臉書跟Google很厲害 他們開始了我不知道就是程式的設計喔 變成說我們在日本當地的外國人喔 我們經過我們所使用的那個Soft嘛 就是OS的版本 可能是中文版的 可能是韓國版的 可能是日文版 那他會在我們每天開臉書的時候 然後自動跑出一個訊息對話框 寫明說今天災區訊息是怎麼樣 而且是你的國家版本的 然後你要讀完你才可以進去臉書 就強大到這樣 所以我們在那個時候就是經歷過那樣的階段 然後最重要的是感受到那樣子的不安感喔 就是覺得 就是說大人怎麼樣都沒關係 可是孩子我們就捨不得了 對 所以絕對要給他一個最安全的環境 雖然說知道台灣也有種種的問題喔 但是其實我是覺得說 在那個時候大家怎麼樣有勇氣再去面對生活跟做抉擇 那個才是最寶貴珍貴的東西 所以回來我自己首先有環境 然後跟朋友在一起努力 看怎麼做 然後怎麼樣子去幫忙 這個是我自己的一個小心願 對啊 那再去日本 我是希望說 該準備 多做一些準備啦 包括說是那些知識性的問題 然後或者是一些 就是自己面臨到應變狀態的時候 就是災變狀態的時候該怎麼 因為其實 河災結束了還有地震啊 然後地震都是連著海嘯一起來的 所以那個都是 我有碰過一個學生是 那時候還在災區喔 然後他有 他就說 我就說那你就回來大阪 不然你就回台灣 然後他就說不行不行 我的簽是一年嘛 我這樣放棄太可惜了 而且我還有大工 我不能不打工 然後我就說那生命比較重要 還是你的大工跟簽證比較重要 對啊 其實很多人還是覺得 就選擇繼續留下來 因為這個東西不是馬上會死掉 所以日本的安全值的問題是說 你不會馬上死亡喔 不是你會安全喔 就跟他所有的化學調劑一樣 就是這個安全值是 你吃了是不會馬上死掉的 可是不代表沒問題喔 對 他的安全神話是這樣子來的 對啊 所以我是覺得說 今天除非我剪刀口拿到你面前嘛 你會有脅迫感 對不對 就是如果說我的剪刀是這樣對著你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不安 他會覺得你為什麼要對著我 或是殺蟲劑這樣 口是對著你的時候 然後你會覺得害怕 可是當這些東西是放在旁邊的時候 你不會有危險感啊 那我覺得這個社會在轉動的時候 是來自於不安的人 跟那些敏感的人 知道那個東西是危險的 對 那我講最基本的一個例子喔 其實 我覺得那個東西跟核污染一樣恐怖 那個每個人的家裡應該都有 因為台灣是潮濕的 然後甚至說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現場有沒有人有腳臭 腳臭或糊臭 男生 如果有的人 那個是因為你的鞋子 可能沒有清洗 或者是你的衣服 清洗得不夠乾淨 然後汗字這樣留下來 長期的潮濕 然後你的腳產生黴菌了嘛 鞋底喔 產生黴菌 所以會讓你有那個臭味出來 那會禿頭 多數喔 台灣會禿頭的人 是因為你的安全帽沒有清洗 所以安全帽裡面已經有黴菌了 所以導致你的頭皮 那很多人是因為不知道 然後就開始奇怪 我一定是流汗流太多 所以會假的 可是很少人會去 一個星期洗一次鞋子 那黴菌這種東西的恐怖 不是因為你接觸到 它才會發生效果的 它也是一個無形的 在氣體裡面就開始包子嘛 對不對 你吸入就開始病變囉 那台灣的浴室 沒有人應該是沒有人每天洗的啦 那那個磁磚裡面喔 那個水泥的那個地方喔 那個卡的黴菌最多 那你今天只要進去那個浴室裡面 洗30分鐘的澡 你吸入那個黴菌之後 你的血液就病變了 所以這個是無形的東西喔 但是你知道嗎 你可能之前不知道 這麼嚴重 你只知道有霉 有點恐怖 今天除非霉長在你的麵包上面 食物上面 你會不吃 不然的話 你看不到你就照穿照帶 照樣進去洗澡 對 所以我覺得說 為什麼會回來 是因為 我知道說 水源的汙染 絕對不可能再陷於那個區域啦 對 然後食物也是最重要 然後還有 是因為我知道 對 這個姿勢是因為我已經知道了 所以我該恐懼它 我該努力去阻止它 或者是努力的去清潔浴室 或是去清潔我身邊的東西 然後不要讓它來危害到我們自身的安全 對啊 嗯 呵呵 台灣から日本に行きたい人 沢山います 嗯 不是只有去旅行呢 有非常多人想要去日本打工 但是日本有非常多人想要離開日本 光是來問我的人 就有十個家庭的人想說 要問說怎麼可以搬到台灣來住 一半以上的人都不是我的朋友 而是他們知道我來台灣避難之後 他們也想要避難 而到處去找方法 找資源 來問的人 福島的人だけじゃなく関東的人 日本中 いろんなところから来 不是只有福島縣的人而已 是全日本的人大家都想要搬離 在河災之後下了雨 前陣子剛好有一個媽媽 她帶著小孩來台灣找避難的地方 看台灣是不是適合 因為那個媽媽她就是河災之後淋到雨之後 她就身體狀況一直很不好 她淋了雨之後 因為她那個時候可能頭有帶什麼帽子 還什麼有防護到 可是她的身體因為都湿透了 那時候淋到雨 結果她全身的毛都掉了 所有的體毛都掉了 然後非常嚴重的頻寫 她只是平常走路而已 她就都快暈倒了 所以小孩子 帶著小孩來台灣去台灣 去台灣 2週間 就前陣子的時候 她帶著小孩來台灣找居住點的時候 她在台灣住了兩個禮拜 她快要回去的時候 她覺得比起她剛來的時候 她變得更健康了一些 一部分你吃了健康的 沒有受到污染的食物之後 會把你體內的輻射線 或者就是帶出去一些 但是你不是用吃的 你是呼吸把那些粉塵吸進去 它堆積在你體內的肌肉的 它是不可能排出去的 所以空氣的污染很嚴重 台湾到來台灣 就變得更好 所以空氣的污染其實也是非常可怕的 雖然台灣的空氣污染跟那種污染不一樣 雖然台灣的空氣污染跟那種污染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自己再考慮一下再決定 所以你可以自己再考慮一下再決定 逃避的日本人有很多人 就在頭上去 就是只要心裡面想著說 其實有很多日本人想要逃出日本 其實我們後來環保團體也接到很多 我不知道台中的主婦聯盟有沒有接到電話 民眾會問我們說 到日本哪裡旅遊比較安全 我們也接過這樣的電話 那時候我就會把剛剛他有一個 福島核電廠之後 核災之後的全日本的輻射污染毒 調出來寄一份給那位民眾 因為其實那個輻射碗還是有輕重的 的確顏色越深的地方是越嚴重 淺的地方比較好 所以就是建議你往那個顏色淺的地方走 所以其實當然 如果大家上網找 不知道找不到 可能要用日文搜尋 就是會有這樣的輻射地圖 其實如果你是懂日文的話 你在日本的刊物跟網站上是很容易找到的 但在台灣不容易 因為日本人都有這個需求 他們都想要知道 就是現在各個縣市的輻射城市 怎麼維持到底多多少 政府有公共的情報 但是有些不相信政府的情報 那也會有民間的一些雜誌 或者是學者 在日本的網站上面 他們會公布他們的輻射 每個地方的輻射量是多少 或者他們是有用的 公民輻射地圖 就是各地的公民 他們把自己手上輻射蒸熱器的數據傳上地圖 因為其實他們也都很擔心 所以如果真的要去 當然是建議是往比較輻射 比較污染比較輕微的地方 例如說 關東是建議最好不要 關東是建議最好不要 那比較好一點的地方 是例如北海道 例如九州 例如四國 關係也稍微好一點 關係也稍微好一點 當然關東一定是最嚴重的 為什麼最嚴重 是因為風向的關係 還有距離的關係 所以關東在那個地圖裡面 你可以看到在 所謂的關東是福島縣 然後就是東京以 東京東北的那一塊地區 那邊的輻射污染就是最嚴重的 那當我們說這個不是一個立即死亡 那日本政府剛剛在 葉如他所講的一個 日本政府有個很有名的 他說 對你的健康不會有立即的危險 對你的健康不會有立即的危險 這是他們最有名的名言 這不會有立即的危險 但是這句話充滿了曖昧這樣子 他不會說對你的沒有危險 不是喔 並不是沒有危險 只是沒有立即的危險 但是有沒有長久的危險 他不講 他不保證 那當然是有 可是他們就是講話是有 他的安全神話是這樣 就是對你聽的時候覺得怪怪的 很多人說對啊 對健康沒有立即的危險 但是他不代表你沒有長久的危險 所以選地點還有選食物 但我們還是有一些朋友 還是住在東京的 像琉璃娥小姐 她就是住在東京 可是大家都知道他們返河 回台灣寫了很多輔導課帶書 她跟她的先生在東京 吃東西他們就非常的小心 因為他們沒辦法離開東京 畢竟家在那裡 他們吃東西就盡量都不會去吃 關東的食物 或者要去挑產地 這就是我們說 如果你非得要去的話 那你要盡量去避免 那就要有足夠的知識 避免那個風險 好那還有沒有朋友問題 這邊有一位 還有你剛剛有嗎 好兩位先一起講 我想請問一下兩位媽媽 就是搬到台灣來 然後你們的有朋友 是怎麼看你們的 是那個恭喜你們可以逃離 還是你們背叛了她 還是諸如此類的情況 其實我是想要回應跟分享 因為我是比沙子媽媽 再早幾個月來到台中 我本來住在台北 就住在總統府附近 所以我們家裡合一合二 應該只有二十幾公里 那時候2011年430的時候 剛才素心講那兩位 從福島來的朋友 那幾天就住在我們家 那我那時候有個機會 就是安排他們跟那個 主婦聯盟的媽媽們 就是去聊說他們 當時怎麼避難的那個經驗 那在那過程當中 我們就知道說 你知道那個狀況就是她 其中一個媽媽她是住在福島市 那就是離核電廠是60公里 那在地震的當下 她就知道說這麼強烈的地震 福島核電廠一定出問題 所以她那個時候是騎著腳踏車 去接她幼稚園的女兒下課 那時候她當下就覺得 自己覺得猜測覺得說 核電廠會出問題 所以她就帶著女兒 就往反方向就走 她完全不回家 所以你會發現說 這是資訊的落差的問題 就是說到現在還有人相信政府 或怎麼樣 可是一個她自己有資訊的人 她知道那個危險性 她當下在地震的時候 那時候核電廠還沒有發生爆炸 她就知道核電廠會出問題 會洩漏 她就不回家了 就往反方向走 你可以知道那個狀況 那另外一位媽媽 不是她另外一位 其實她不是媽媽 她就住在離福島核電廠 5公里的地方 本來跟她先生在那邊 坐有機耕做什麼之類的 然後那個她 那個時候她實際上 核電廠根本沒有發出 任何的警告說發生問題 她們到隔天 然後真的出事 她們才知道 有發生這麼大的狀況 那她是比較慢才離開的 那像之前在福島室 那個媽媽說 她們走的時候就是 就是那個 就是說 她先生是在福島大學任教 然後她們 因為剛好她們有在 可能是做地理方面 所以她們對附近的山路什麼 她們是熟的 所以她們知道走山路 因為往東京的路上是大塞車 然後加油站是沒有油可以加的 可是日本人 就是說那個油 不過日本人還沒有去 日本人就是 還會乖乖的排隊等加油 不會插隊或是搶這樣子 那當然是日本民族性的問題 那就是說她 就是在那個問號中 她聽她講他們怎麼避難 然後怎麼樣做好自己的防護 我覺得你一定要 基本上就是 你要有這些先輩知識 你才知道怎麼保護你自己 然後那但是 我們的政府 從來不會告訴我們 萬一發生核災怎麼辦 然後那個範圍 是一直都很小 從3公里5公里下變8公里 那距離還是很短 那我自己就住在台北 那在我知道 這兩位福島朋友的經歷之後 我就很想趕快搬離台北 因為福島核電廠 它根本就是即將除疫 好像再過幾個月 就40年滿要除疫了 那這兩個朋友 他們一直在跟福島縣政府那邊 好像去抗疫 就說他們都去靜坐 就希望說提早除疫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但是那個年限還沒到 就發生了這樣的意外 所以我也想到 我們的合一合二 還有那麼多年 然後 所以你就會覺得很不安 因為連日本 我會覺得日本一直是很嚴謹的 一個國家 他們的核電廠都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後來都講說是人禍等等 那你對台電 本來就沒有信心了 你怎麼還會相信說 在核一核二除疫之前 不會發生事情呢 那個我覺得我沒有辦法跟他賭 所以後來就剛好有個機會 我先生要工作要換到台中 那我說好我們趕快搬 所以我覺得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是在台灣自主預先避難到台中 那不過後來發現 其實台中也不夠遠 台中到核電廠距離 也不到180公里 比東京到福島還近 萬一真的核一核二出事 講實在話 我還要再往南逃 對我必須告訴大家 就是會有這個狀況 真的台北發生輻射 德基水庫的水大概也完蛋 都會飄過來 必須告訴大家 所以就說 大家其實 如果我們 就是說我們對政府真的沒有信心 對台電沒有信心 其實大家要有基本的那種 核災逃難的知識 你要知道怎麼保護 當下怎麼保護自己 可是問題是 我們政府或台電 他可能覺得 應該是絕對不會在第一時間告訴你出事了 一定是delay很多 我不曉得會delay多久 所以為什麼就是一定要反核 就是這樣 然後再來 這是講逃難的狀況 第二個就講輻射食品 大家不要以為 輻射食品只有在日本 台灣也有 台灣很多現在 很多的賣日本的日本貨的超市 很多也都從日本來啊 然後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過 那個什麼 那個貓頭鷹啤酒 有沒有聽過貓頭鷹啤酒 就是福島生產的 然後在台灣很多的店 好像是都有賣 我知道一些朋友喜歡喝 但是 他就是福島縣的啤酒啊 可是我們就 可是明明政府就說 福島等五線的輻射產品 食品是不准進口的 可是為什麼福島縣的啤酒可以進來 因為它是屬於酒 不是食品 那食品 酒是不會喝進肚子裡嗎 好那就是 這件事情就是告訴大家說 就是那些輻射水 而且不是只有在日本才會有問題 在台灣一樣啊 台灣的這種管制非常寬鬆 像我們那個秘書長說 他們好像這個月要去日本 好像前幾天說 日本交流協會的人 還是來拜會 就希望能夠開放 五線的產品 就日本現在還是想辦法 想要把他們的食品輸入到台灣 他為什麼要這麼積極 可能真的 我就像之前唱什麼話在分享的 就是在日本沒辦法賣 他想辦法把他管制標準 比較寬鬆的台灣 因為在日本 他管制是100倍克以下 在台灣是370 而我們不是災區喔 我們的標準比日本還寬鬆喔 好那這個狀況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政府其實在這件事情上面是非常軟弱的 先跟大家這樣分享 謝謝欣欣 他是主部聯盟台中分會的 大家要聽懂 就是其實台灣是有禁令的 就是福島周邊相關五線的食品 不能進口台灣 所以基本上是有這個保障 但是這個保障 大家還會覺得不夠很表面 為什麼第一就是 日本交流協會一直想要我們解禁 一直對政府施壓 好像隨時都很想要開放 要不是因為主部聯盟去抗議的話 他們好像隨時都想開放 那再來就是 那其他縣市的日本食品 其實我們剛剛聽常常他們講 其實不見得代表安全 超過那五線之外 五個縣市之外 那台灣就會要有檢測標準 可是問題是我們的抽驗很鬆 抽驗非常鬆 然後呢 而且我們還是定370倍克 是比日本100倍克的安全海嵐還要高的 所以這就是我們覺得台灣 可能會有輻射食品的安危的問題 所以其實當然 你知道這個姿勢之後 就當然覺得還是要小心 對 好 那剛剛這位朋友的問題 可能請兩位來回答 首先我先生說 蛤 台灣 你頭腦有問題嗎 不懂為什麼要逃 然後就每天都在吵這件事 然後就是就沒有辦法有一個很協調 沒有辦法取得平衡或是對就是吵架 我媽媽我媽媽也覺得我是不是腦有問題 以外的家族幾乎所有的親戚都非常驚訝 他們都覺得沒有辦法相信說為什麼要去國外 朋友的話有些人有贊成我的說 如果你有辦法逃的話當然還是趕快逃就好 有些朋友因為他們可能是沒有辦法逃 他說沒關係你先去之後我至少有個地方可以去 但是自從我來台灣之後 我有很多輔導朋友都不跟我聯絡了 那其中有一些朋友他們不敢讓人家知道他們跟我聯絡 那之後他們有偷偷地來台灣看過就是環境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我有很多人在這裡 有很多地方在聊天 有很多地方在聊天 有很多人在聊天 會說我是講輔導壞話的人 反日思想 會說我是有反日思想的人 會說我是有反日思想的人 有很多人在聊天 有很多人在聊天 我遇到很多這樣子的人 他們就是想要用攻擊人的言論 然後要求我閉嘴 でもそうやって黙ってしまったら 本当のことは分からないし 日本の人も助から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但是不是只有我而已 只要一旦大家都因此而這樣子 不把真相說出去的話 那真正的日本人也不會得救 なのであまり気にしていません 所以我並不打算因此而不再去告訴別人真相 さっき 食べ物の話があって ちょっとそれを出しておきます これは あのなんだっけ シンシンさんの話の中で 食べ物日本から 台湾に入ってきてて 気をつけて欲しい食べ物 これは 大家要特別注意的 從日本進口的食物 因為這些食物 它在製作過程上 比如說它生成的過程 蔬菜或什麼 它是特別容易吸收輻射的 特に危ないのは香菇 那很危險的是香菇 牛奶 香菇 抹茶 還有茶 抹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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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桃桃我們的果物 還有水蜜桃 那種水果 大豆污染非常嚴重 因為大豆污染非常嚴重 所以味噌也是要注意的 大豆污染的意思是 味噌 醬油 味噌 醬油 除了味噌之外 醬油也是用大豆做的 我找到哪些東西 我找到哪些東西 我找到購物 購物在購物 其實我現在在台灣 我是都在主婦聯盟買那些食物 可是我還是會確認產地 要注意說他們是不是有混產地 或是裡面有什麼成分 在台灣的超市 我發現有一些就是日本的蔬菜 比如說香菇類的 那它賣得非常的便宜 它跟台灣的東西的單價差不多 這是金正菇 哇 哇… 哇… 很驚訝 我非常地驚訝 還有什麼 啊 為什麼危險 知道了嗎 對 為什麼要逃避 電視台上 都會說 那我現在講一下 關於欣欣講的那個 就是說 核災發生的時候 為什麼我立刻決定要逃 因為 一發生核災的時候 我一打開電視 他們說 現在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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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一直強調是安全的 可是因為這樣子 我覺得更可疑 全部 おかしいぐらい 爆發してるのに 名言って大丈夫 っていうのは 絶対に怪しい と思いました 但是 核電廠爆炸了 它怎麼可能是安全的 そういう雰囲気で これは逃げないといけない っていう ものも分かったし チェルノブイリの知識も 少しありました 因為 之前我就 對於承諾比核災的事情 有 我知道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 那個時候 日本核災 一爆炸的時候 我就覺得 這個 不行 風が吹かない 反対側に 逃げる ことは 知っていました 一開始 我就注意風向 不要 就是說 不要順著它的那個風 一定是要 往它的風向 反方向的地方逃 高速道路は使わない 普通の道路を走って 車で延々と走って できるだけ離れました 另外 我也 我也不用 也不上高速公路 因為我知道一定會塞車 所以 我特別走普通的 普通的道路 往反方向逃 何かあったときに 閉鎖されてしまう 逃げないように 封鎖される 我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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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 有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搞不好 他們會把這整個區域 封鎖起來 不讓裡面的人出去 パスポートも携帯してました もっとひどいことになったら どこかから船で プサン 韓語 那個時候 我立刻 拿著護照 如果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要立刻出國 比如說 先逃到比較近的 韓國的釜山 そんなに知識があったわけではないけれども ちょっと 我們原本的知識 我們並不是 原本非常了解 河店 但 這些 一些基礎 的知識 是需要的 動物的感 另外 也要有一些 就是 逃生的本能 對 我先回答第一個先生問題 就是那時候其實決定要回來的時候 其實真的會有各方面的壓力 然後其實單單最輕的人就是先生 那先生基本上我覺得 那可能是男人的特性吧 就是會覺得就是基本上我看到周邊的家庭 先生都是比較穩定的人 而且比較不容易有變動的 那像我先生知道說有這樣的問題 然後可能也有汙染幹嘛 然後他是說那可是一家人一定要在一起啊 對啊 所以就是會覺得說如果今天有問題 我們就一起結束生命吧 然後我是就是像剛剛一直講的 我是覺得大人怎麼樣都沒辦法 我怎麼可能讓孩子跟著一起 那那個時候我就說那既然要一起 就一起回台灣啊 對 可是不是說一個婚姻不是三個人的事情 還有爸爸媽媽 不是就連他的爸爸媽媽 姐姐弟弟妹妹什麼全部都要一起到台灣了嗎 就是發現如果真的有狀況要帶回來是一大批的人 然後還有自己的朋友啊 幹嘛什麼一大堆的 所以那時候當下其實是有那種心理轉折的你知道嗎 就是那種各種的情節啦 那在夫妻這方面其實是最不捨的 那像我們現在分開其實有轉變 我們其實算是有進化就是說雖然分開 可是我們是共同為生活一個生活目標而努力 所以可能是我來到這邊然後安定好之後 或許再靜觀看看哪邊的狀況變化怎麼樣 那我們就選擇比較好的狀態居住 那回來這邊我是現在是我是住在雲林 然後到了雲林我就知道說有空氣污染相當嚴重 雲家 對 然後也有工廠的核水污染 所以我又幫孩子選古坑的山上學校 那是山泉水空氣也好 所以有點像孟母三圈這樣一直圈一直圈 然後最後選到這個覺得認為安全的地方 然後把孩子送進來這樣 那我覺得這是為他做的最後努力了 然後其他就是像這樣子去維護一個最基本的生活的權利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現在就是具有知識的人該去注意到的 我們本身擁有這種可以享受安全生活的權利 那我們該怎麼樣去重新重視它 然後想說從我們改變生活開始怎麼樣去避免這種危險的事情發生 那我覺得這個是現在知識人該具備的能力啦 對 那就是不妨說我們比以前的人吸收知識跟資訊更快 而且又更容易懂嘛 那這個包含說就像說這種情感的彼此的影響 然後還有轉變 我覺得這種都是應該要面對的問題 就是當我知道了我要有所改變的時候 那我絕對不是自己翻一個聲就去做決定做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種知識的傳播是從最親的人的身邊開始 那彼此都是一種學習 不管任何的情節發生的時候 對 任何的心態在轉變的時候 那個都是我們要去面對的一個過程啦 那是不能忽視的 所以我覺得可以比一般家庭幸運是還保有一個完整的家庭 然後可以共同在升級的衛生或努力 所以是因為這樣 我知道說在過程當中會發生很多的事 當我們有變化的時候 但是我們該怎麼樣去一個一個 再把它重新再建立重組起來 那這個真的是每個人一生該努力做的功課 跟該去面對的事情 包括最親的家人 對 那這個是就是在面對之後 然後跟家庭有的轉變 那我現在先生在那邊其實就會很寂寞 而且沒有人煮三餐 阿薩依魯幫 真的是 對 就是早餐 我們上面是全職家庭主婦 早餐 午餐 晚餐 就是全部先生都沒有人做 他現在要努力自己做餐 而且還要就是 我們之前是我們敏感 所以挑食物嘛 對啊 可是先生上班就已經很忙 他回來可能是有東西就吃 他怎麼可能再去仔細看 對啊 可是就是開始還是叮嚀他要努力 然後他是從一個很很效忠國家 知道說國家說沒事就沒事 一個那種原本很有日本民族性的一個男生 然後到現在 然後就是會稍微懷疑一下 自己好像生活狀態不太對 然後一直到現在 他最近的進步是還會看什麼 年代新聞 看張亞晴說台灣的事情 就是 然後還會學給我聽 對 就是開始也會 喔 高雄氣爆了 馬上晚上就電話打過來了 對 然後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不斷的在轉變 那反而會覺得說 欸 比以前這樣子 喔 痾 就是災害發生是三年嘛 我並沒有馬上回來 是今年四月才回來的 那在那段過程的不安 然後彼此間的 心理狀態的衝突 然後還有擔憂 那個是 我覺得我沒吃到 那些都是我最愛吃的食物 我覺得我沒吃到 我光每天掉頭髮都不知道多少 就是那種緊張啊 然後你還要裝得很鎮定 因為不能讓小孩子覺得你 大人都慌了嘛 對啊 所以那個影響 就是從心理狀態開始一直在轉變的 那成長的那種速度也相當快 就好像每天看一張連續劇一樣 對 好 那還剩下最後一點時間喔 就是我有點好奇 唱子媽媽的女兒在這邊 她現在在台灣念書 你要不要出來跟大家講講句話 有沒有興趣 跟台灣跟大家講 她的中文還不錯 讓大家認識一下 講一下妳的想法嗎 講一下妳的想法嗎 講我的想法 妳的想法 大家好 太突然了吧 我的想法 我也是跟她一起來 所以來台灣兩年六個月 兩年七個月 然後我剛來台灣 過美多久的時候 就參加那個 他們日式旅門的那個 有一個航空活動嗎 那個是 然後那不是遊行 我不是那個遊行 可是那時候我 我來台灣的時候 完全不會講中文 而且看不太懂 然後一直說謝謝謝謝 那個妳好妳好的 專帶 可是我一直 從剛來台灣的時候 一直很好奇台灣的那個 那個航河的運動 或是那個台灣的河電 這樣的事情 因為我在日本念高中的時候 也是那個 因為我自己的老家 沒有辦法回去 啊我忘記 等一下 因為那個 剛發現河災的時候 我不在河島 我高中是那個 起義縣的高中 所以 嗯 我是為了 只有一次回去 除了只有一次回去之外 沒有回家 然後 後來 嗯 等一下 對 後來 不管是在日本 或者是台灣 也是一直關心那個 河災跟韓河的事情 然後 那時候第一次參加那個 在韓河活動的時候 我真的不會聰明 所以 他們也很擔心 到底我聽不懂 或是聽得懂 嗯 可是後來慢慢 聽得懂 然後慢慢跟大家 可以溝通 我 現在 要講什麼 那現在妳在台灣 覺得開心嗎 開心 在台灣的生活 嗯 過得很好 過得很有趣 而且 可是有時候很想 回日本看朋友 因為 比如說 看臉書的時候 看Facebook的時候 很多同學 朋友 都在日本 玩得很好 很好玩的樣子 然後 有些人開那個同學會 然後 我也想參加 可是 我有一次想過 要不要回去 一次 參加那個 同學會 之類的 酒餐 可是 一直想 一直想 想了 好幾個禮拜 我 後來決定 還是不要回去 因為 如果 未來 一次回去 未來 傷害我的 那個 身體健康 或者是 影響到 我 或者是 其他人的 未來的話 我 一定會 後悔 所以 我決定 不要回去 東京 福島那邊 然後 後來 我一直想 想再見到 那個 日本朋友 可是 後來很多朋友 或者是 老師 都來台灣 找我 所以 對 很好 好 那我們謝謝他 他很勇敢 而且 中文很好 越來越好 對 對 我記得 剛開始見到他們 兩位的時候 的確 我的日文也不夠好 你們中文也不夠好 我們都互相說謝謝 現在好多了 我們可以溝通了 好 非常感謝你們 非常的那個 願意跟我們分享這些事情 好 那那個 因為時間差不多 等一下 如果大家走的話 他們幾位還在 還是可以跟他們聊聊天 這樣子 那我們最後要做一個結束 那 就非常感謝他們 他們來這邊跟我們分享 那我知道就是 沙子媽媽這個 東亞歷史資源協會 有出一本福島的現在 這樣子的一個 介紹福島的手冊 在網路上可以找得到 有中文版 也有日文版 所以各位如果 你上網路打福島的現在 你就可以找到 他們那個手冊的網路版 好 就可以下載來看 那就是他們很 很努力去做的一個 介紹福島的一個手冊 這樣子 好 所以大家可以回去找這個資訊 那我想 現在這些資訊在台灣 的確也越來越多了 兩位 不是特例 就大家聽說 好像是他們兩個很特別 其實並不是 如果你看到現在 河災兩三年之後 越來越多的 一些創作的作品出來 例如說跟河災相關的紀錄片 還有跟河災相關的書籍 還有跟河災相關的 甚至劇情片都有 都在講福島 或者是福島以外的居民 在面對河災這個災難的時候 他們的心聲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有中文的作品 大家都可以去找 例如說 之前在台灣引進來的電影 例如說 《希望之國》 或《若無其事的寧靜》 其實在台灣都有出DVD 就是在講這樣的生活 其實那紀錄片 真的很不容易拍 為什麼 當下哪會有個紀錄片 導演知道河災發生 然後就去貼身訪問 災民是怎麼逃難的 或接著 沒有 而且那很殘忍 所以其實後來很多導演 是用劇情片來展現 例如說 甚至有農民因此而自殺 然後家裡分散的 那些很多用劇情片 所以我們剛剛有發給大家一個DVD 也是一個 新的 日本導演 四肢愈合拍的 輔導河災的一個劇情片 日本慢慢有這樣子 我們說是比較有良心的創作人 跟台灣的藝文界一樣 台灣藝文界都很反和 日本的也是 就是藝文界有一些 這樣創作人 在日本政府的這種 資訊的隱蔽之下 但他們還是勇敢 跳出來做了這些作品 也寫了這樣書籍 如果大家去網路上查 跟輔導河合在相關書籍 現在就是從日文翻譯到中文的也越來越多 大家就可以了解說 這兩位他們講真的不是 他們兩位特別的範裏而已 而是真的很多家庭都面臨到 這樣子的痛苦 這樣的抉擇 有很多家庭都面臨到這樣的焦慮當中 這樣子 那大家都可以再去找更多這樣的資訊 好 那今天非常謝謝大家過來這邊 那如果最後大家對這電影進去的話 根本不太對勁 就是這兩部片 那這個加入這部片 好像台中沒有放 我覺得比較可惜 它只有在台北 三家電影也會放 那可以去看這個部片 在8月29號上映 那還有一個是8月15號 今天上映的一個香港的片 那這部香港的片 其實也是在輔導河災之後 香港很紅的網路小說 就講說如果香港發生河災怎麼辦 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科學災難的幻想的片 那它當然沒有跟直接相關 但它也是以和在為出發點 而去設想的一部作品 那我們都有跟這些片商合作 有在販賣的電影票 那我們拿到的是團購價 就是一張才兩百塊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等一下結束跟我們 香港這個片在台中有 星光影城有 那加入這部片 當然就是比較可惜 在在台北有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去找時間來看 那今天就先謝謝大家 謝謝 好也謝謝張子小姐 鄭彥彥 我們謝謝素星 還有我們今天 包含幫我們翻譯的陳怡萍小姐 也非常感謝她 那也非常謝謝 我們今天來跟我們分享的兩位女士 那最後我還是要稍微預告一下 我們下個禮拜的摺舞 一樣同一個時間 晚上七點在這邊 那我們下禮拜要談什麼 你看到我手上有哪一張 這個兔子的很可愛的明星片 對不對 那我們下禮拜其實摺舞要來邀請一位在拍攝 叫中途兔 不好發音 大家有聽過流浪狗流浪貓 你知道兔子也有流浪兔的問題嗎 那可是大家對於兔子這麼可愛的動物 到底又了解了多少 那其實有一位很特別的朋友 他是透過攝影的方式拍攝這些兔子 那希望說可以大家可以喚起大家關注這些流浪兔的問題 那所以我下禮拜我們在台中摺舞要來探討這個中途兔的問題 可是透過一些攝影的一個方式 然後也讓他來了解 那歡迎大家下禮拜 比較輕鬆我們來多看一點那個 可愛的動物 可愛動物區 下禮拜也會歡迎來參加這樣 那 當然就是等一下 那大家如果有需要買電影票的話 就直接找蘇星可以跟他購買 那 一樣 我們這邊也有摺舞的那個義賣箱 不要 你要買電影票的千塊錢就不要再投進來 要去找蘇星 可是我們歡迎大家也可以把一些小的捐款 可以丟到我們摺舞的這個義賣箱裡面 那個募款箱裡面這樣 好 那我們先到這邊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 我想 兩位大家 會後還是很願意跟大家做一些簡單的交流這樣 好 那謝謝大家 謝謝